赌王家族产业名副其实的接班人何超雄 居然在人道花甲之年 被传他迎来了自己爱情的第二春 这部有媒体和营销号曝光了何超雄 和他帅气的新男友郑少康的合照 只见何超雄和郑少康两人在街头甜蜜牵手 郑少康还亲吻了何超雄的脸颊 两人看上去十分幸福 更加温暖的是 在郑少康生日当天 何超雄还贴心为媒体口中的新男友 准备了一个惊喜派对 他送出一块价格约为83500港币的 很快被媒体和网友扒出 坊间有消息称 香港娱乐圈80%的公关都是由他做的 他不仅是陈奕迅老婆徐豪营的经纪人 同时也是赌王家族多年以来 一直在用的御用公关 郑少康与赌王家族其他成员 包括何超姨 四泰梁安琪也都关系交好 但有消息称郑少康还有另一层身份 那就是他还是何超雄前任男友陈百强的表弟 当年何超雄与陈百强的爱情 让无数人唏嘘不已 那是一段有达以上 恋人未满的娱乐圈佳话 此后多年 也成了娱乐圈相爱的人最终不能相守的遗憾案例的代表之一 作为赌王何鸿燊的千金 何超雄从小就被父亲寄予了厚望 而何超雄也没有让父母失望 他从小就样样拔尖 反观陈百强呢 他21岁初到立刻红遍香港地区 引起了全港少女的喜爱 其中自然也包括了何超雄 为了能见到陈百强 何超雄想尽办法找朋友帮忙 得知陈百强要去参加一场聚会 何超雄也立刻赶过去 两人因此结识 这才有了后来爱情的荡气回肠 但很快这段令人艳羡的感情走到了结尾 身家数百亿的赌王何鸿燊 自然是不同意女儿和陈百强继续发展下去 当年何超雄是赌王家族接班人的最佳人选之一 他的婚姻另一半的选择必须对家族有利 与陈百强分开后 何超雄听从了父亲何鸿燊的安排 嫁给了香港传王之孙许靖亨 在何超雄结婚的第二年 陈百强宣布退出娱乐圈 之后的陈百强一蹶不振 患上了抑郁症 每天都要吃药才能入睡 1992年5月18日 陈百强因已久送服安眠药而陷入昏迷 被送往医院救治 在医院昏迷了17个月后 陈百强因逐渐性脑衰竭而去世中年35岁 得知此噩耗 何超雄不顾香港已婚女性不得扶龄的救赎 也不顾父亲何鸿燊和老公许靖亨的反对 不在乎外界媒体对他报道的非议 他坚持公开为陈百强扶龄送别 毕竟这是何超雄唯一能为他做的一件事 何超雄与许靖亨离婚 并不仅仅是为了陈百强 而是许靖亨婚前就是个花花公子 和何超雄的联姻 许靖亨也不是很满意 婚后两人在公众面前总是一副貌合神力的样子 之后许靖亨遇上了最美党姐李嘉兴 在与何超雄离婚八年后娶了李嘉兴 一段恋情和一段婚姻 只给何超雄带来了伤痛 这一次何超雄又再次被报道有了恋爱动向 且对方还疑似是陈百强的侄子郑绍康 有消息称两人相识三十余年 从好友发展成恋人 但我们反复查找求证资料之后发现 说郑绍康是何超雄的新男友 这基本就是一则乌龙事件 且不说郑绍康是否与陈百强有那层亲戚关系 但说他的公关公司服务了赌王家族 和娱乐圈其他明星这么多年 他也配得上在自己的生日宴上 由何超雄亲自送出生日礼物的待遇 在刘鸾雄甘比的豪门家族公关信息背后 也有郑绍康和他公司忙碌的身影 由此可见二人并非恋人的关系 更像是关系很好又合作多年的有默契的小伙伴 所以说我们不能因为何超雄忘不掉陈百强 就把与陈百强疑似有亲戚关系的郑绍康 看成是何超雄的新男友 吃瓜群众们朴素的愿望 是美好而又偶像剧小说般浪漫的 现实可能确实 亲脸颊的不一定是男女朋友 也可以是好姐妹